丁丁真的非常幸运 我想等到她越来越懂事 因为她身边真的是有一个 可以成为她榜样的父亲 我觉得王老师应该说 我们回顾一下她的不同身份 让我们感受到 不断学习的这种魅力 我觉得只有不断地学习 深入地学习 才能够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 让我们看到一次又一次的 这种超越 节目的最后 我特别希望王刚老师 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年轻人 说一些你的心里话 因为说实话 包括我还有很多朋友 可能我们曾经都有过 极度迷茫的时期 在我们面临转型 跨界转换身份的时候 或者面临就业的时候 我们都有过 哎呀 惆怅 犹豫 迷茫 您在这个时候 会给他们一些 什么样的鼓励呢 我跟现在年轻人 不大一样的是 我们那个时候 绝大部分人 几乎是同样的命运 要下乡 全下乡了 基本上 不管你是什么家庭 什么出身 甚至最后主演了 就是没准备啊 平时也不学习 或者就像我说的 平时也不琢磨 最后真有机会来了 也到不了你同生啊 孩子啊 所以这点 平时 那多学习学习吧 多琢磨琢磨吧 今天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跟王老师聊天 实际上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跟我同龄的 比我年幼的 或者比我年长的 应该对王刚老师都太熟悉了 我们是听着他的广播 看着他主持的电视节目 同时也是看着他塑造的角色 慢慢地成长起来的